您的視頻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遊戲頻道 沒有錯冷月這個禮拜都加班加班加班 事情比較多啊 這邊來說沒有時間來弄影片弄攻略給大家看 那沒關係,到了週末假日 冷月周瑜抽出一點時間可以思考一些要拍什麼的內容了 那今天我們一樣來玩COC啊 那COC呢,沒有錯 我們的更新又迎來了一個最新的副本 那就是我們的 正名之塔 那正名之塔呢 講真的啊,其實 乘數不多,就六成 然後六成可以打什麼 他可以拿到我們的文章啊 我們這邊的史詩集的文章啊 那文章講真的他給的戰力其實也加的蠻多的 然後給的那些屬性其實也蠻好的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啦,正名之塔建議 有能力刷滿六成吧 畢竟講真的難度不高 你隊友有組好,戰力都差不多的 組好,那就刷應該都還OK,可以輕鬆過的 那其實冷月呢,到剛才才發現多了這個新東西啊 那不過 他每次開啟呢 那個獎勵是維持一個禮拜的 就是說你本週三到下週三 這段時間都可以打 打完之後在週三的五點前要打完 凌晨五點前要打完 凌晨五點一過,瞬間獎勵就出實話了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禮拜的週副本的概念 那...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文章目前取得的那個方法比較少 除了一些商店兌換的藍色文章之外 大部分就打副本跳的那些藍綠色的文章 那我覺得今天他有出這個副本 而且他也比較容易獲得紅色文章 那我們就一樣,打好打滿啊 而且他難度其實不高 給的算是蠻佛系的 基本上大家只要輕鬆打輕鬆推 都可以順利過關 所以我覺得說他這一次出的這個正名之塔的副本 算是一個還算佛心的內容啦 就至少可以讓大家在戰力提升上是比較穩定的 不會說什麼像副本難度過高啊 或什麼其他之類的 會讓大家可能覺得說 哇靠,怎麼這麼難打 我根本打不過什麼之類的 那再加上其實最近送很多抽啊 尤其是這個活動 我後來發現我現在剩一個加2的指南針衝不過 我衝了兩天20個沒有過任何一次加2的 我真的覺得快傻眼了 但是當你加2那個最後衝完收藏完之後 其實底下這些東西 基本上每天買滿都不是問題啊 甚至我也在買的終極體力回復劑啊 因為講真的終極體力回復劑 在某些情況下蠻好用的啦 大部分還是都吃初級的 但當你打Boss或打什麼之類的時候 用終極的我覺得比較回的回來這樣子 那最近因為送了很多抽 所以其實講真的啦 冷藥的運氣真的有夠隨小的 我都抽不到領主的化身啊 我抽了一堆那個什麼 暗殺者跟一堆法師不知道要幹嘛的 暗殺者法師一堆我也完全沒有用啊 然後我又不敢亂吃素材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怕亂吃素材吃來就不然吃到可能 我自己存著要給領主的素材 最後我就決定說算了先丟著吧 反正等到我領主的化身變身多來一點之後 再一起充我覺得也OK啊 然後最近寵物也送很多啊 那寵物我好久沒進化了 那你最近也抽了不少的子寵啊 因為最近送的東西實在送太多了 尤其光在每天那個活動那個兌換的抽獎券 可以各換20張 你多存一點 存個100抽一次抽都很開心啊 那寵物分我就比較沒研究啊 寵物分我隨便點 欸可以耶 不夠少一隻可惡 所以我們現在要走祈禱類型的 他可以嗎 他其實可以耶 把他充六星 把他充六星 那我們的 就可以充七星了 進化阿拉斯 帥氣 那瞬間充八星 快! 那一定會 Divelg 那我們來回應 召喚改隻啦 帥氣有沒有 瞬間直接秒八星阿 那呢 他們的不然就改他吧 我是不是可以把他出死化啊 算是... 那... 輸出話都全部給他 我按錯了不是輸出話 進化才對按錯 OK 回程商店買一下可以再進化一階 AUTO關掉 我們就來回程一下 找誰買算忘記了 公會嗎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一下忘記找誰買那個精華了 好吧不是他 那還是找誰啊決鬥 也不是決鬥 不是公會不是決鬥 那就是我們的無限幣啊 或幫手啊 應該是無限幣啊 我記得幫手好像不是賣這個的 無限幣水就是這個 兩個都買下來 無限幣也沒有什麼好東西 沒有什麼東西是特別需要買的 除了那個強化石跟那些基礎素材之外其他都還好 那不如把這買完吧 那再來就是順利突破 帥啦 OK點完了 再來這個進化就要再農很久了 那講真的啦 我其實皮修不太想練 因為他皮修的 技能對於領主來說有用啦 但講真的他提高抗暴 我總覺得效益普普啊 反正還不如這個回覆MP的 至少我在 打怪的時候不缺魔這樣子啊 而且這樣的話到時候 我現在是因為還沒有練得很起來 等到我真的把 阿拉斯練起來之後 我大概就會把那個什麼 回魔那個天賦點把它減少一點了 不會拱到十點全滿 可能頂多拱個五點吧 四五點吧 畢竟你五分鐘四分 五分鐘可以回一次 將近兩千的魔 基本上啦 我們這些魔其實耗用沒那麼大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夠用的 我就不會特別去弄那個 回魔的部分 好那是我們今天 大家稍微看一下一些 COC的更新內容啊 那包含也跟大家稍微 改一下這推薦的順序 因為其實我發現 收藏基本上一定拿得滿 他非常好過非常好充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沒必要省說什麼 我可能只買素材不買收藏那些的 畢竟在短時間的爭議我覺得也不錯啦 原本我是想要等 收藏全滿之後再拍給大家分享的 但是現在我覺得就 哭啊 就先 哎呀搞事情啊 就先給大家看一下吧 基本上拿滿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拿滿講真的加很多東西啊 你看光攻擊力的部分 大家看到這堆 這一堆有的沒的加成 至少也吃了6000戰力在這邊啊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加減拿沒差 而且順便解收藏戰令 所以我覺得是一舉兩得啊 大家就換來用吧 然後剩下的素材也記得不要忘記換啊 因為你到後期基本上你的碎片都會超多的 那素材就全部把它換掉吧 素材非常有用啊 好那我們今天大家稍微看一下COC的一些內容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點讚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說的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我們看這個影片 我們今天要看這個影片 在禮拜的影片 才會看這個影片 我覺得回到這個影片 我們會把影片按下一個影片 我們請大家吉利